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和派蒙躲在了树后 然后我悄悄的看了一眼 结果这一看不得了 居然看到了一只巨龙 然后巨龙的旁边 还有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小矮人 各位蒙新旅行者你们好呀 欢迎来到蒙德城 蒙德城是象征着自由的城邦 他们的城邦里面是没有神的 神不知道死哪去了 但是蒙德城他那边的风景是真的很不错 而且还有一个供奉的神像 这个神像他的两个小便是真的好看啊 这位风神他的名字叫做巴巴托斯 目前不知道人在哪 经过前两期蒙新系列的探索与冒险 还是没有办法甩开派蒙啊 那我们就不甩了 如果把派蒙甩开的话 那派蒙他得多伤心啊 这我可舍不得 那我们就跟着这派蒙的指引 来到七天神像 只见我的手轻轻的触碰了一下七天神像 并且与神像发生了共鸣 神像就散出了青色的光芒 然后这个光芒 他凝聚了一个风云元素的符号 这个应该是相当于神之眼 然后他溶进了我的身体 同时我的地图也是被照亮了一大块啊 只是触碰了一下神像 冒险等你直接突破了三级啊 并且我已经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元素了 而且可以释放元素战技了 这样的话我的实力 直接从猿人变成猿神了呀 一共是多出来两个技能 第一个技能是风系的 然后长按的话 他的伤害会应该会变得更高 然后又出现了四个史莱姆 直接放大招 一个非常帅气的龙卷风 这两个战技是真的很帅啊 我很喜欢 就在我和派蒙准备前往蒙德城的时候 在路上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感觉像什么野兽的嘶吼声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和派蒙躲在了树后 然后我悄悄的看了一眼 结果这一看不得了 居然看到了一只巨龙 然后巨龙的旁边 还有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小矮人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身上的风元素它发光了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发光 结果这个巨龙就直接发狂了 对着这个小矮人大吼大叫的 然后就是一巴掌把它拍飞 还好这个小矮人躲得比较快啊 这个巨龙震了针翅膀 然后就又对这个小矮人叫了一下 然后小矮人消失不见了 这个巨龙它只能震了针翅膀 然后就找不到目标 它只能先撤退了 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示火之间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然后等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我发现在地上有一个红色的结晶 看上去像一个不错的宝物 我们先收起来 继续前往蒙德城 路上也是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老婆 久违了 老婆 喂 你 等一下 愿风神护佑你 陌生人 我是西风骑士团侦察骑士 安博 好久没有见到老婆安博了呀 久违了 这一趟旅行 值了 和她对完化之后就获得了这个角色 安博 拥有了这个角色就可以使用它了 我们和安博对完化之后 就要去前往秋秋人的营地 一个蓄力器呢 直接把一个残写的秋秋人给干掉 这样的话 我们还可以领去一个精致的宝箱 完事之后 老婆还说要送我一件礼物 当然我已经猜到那个礼物是什么了 没有那个东西 我简直在这个世界寸步难行啊 你看 虽然她没有说送什么 但是我已经知道了 肯定是风之夜 不然的话 我只能像这个兔子一样 蹦来蹦去的 还搞不好会被摔死的 而且她还要请我吃蒙德的特色 蜜酱胡萝卜煎肉 但我今晚会请你吃蒙德特色的蜜酱胡萝卜煎肉 啊 蜜酱胡萝卜煎肉 真的是太可恶了 小派蒙她馋的口水都流到我身上了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打开这个锚点 我们的冒险等级很快就达到了五级 五级也不知道能解锁什么东西啊 跟随着老婆的指引 我们一路爬山涉水 走过草地 走过楼梯 翻过墙头 终于是来到了蒙德的最高点 那么说好的礼物就是风之翼 经过安婆老婆的细心教导 我们终于是掌握了风之翼的使用方法 只要连续按两次跳跃的按钮就可以了 就在我使用风之翼落地的时候 天突然变了 瞬间狂风大作 然后天空也是乌云密布 天气反常必有妖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天怎么 就在大家收衣服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了远处的嘶吼声 这个龙 这不就之前在森林中遇见的那条巨龙吗 他怎么来到了蒙德城 只见这条巨龙嘶吼着叫嚣着 他刮起了狂风 然后就是一直在城市中疯狂地破坏 我从安婆老婆的口中得到消息 这个龙他的名字叫做风魔龙 在巨龙的破坏下 整座城市瞬间陷入了混落 我的耳边仿佛听到了远处的呼叫 好像是一个孩子在寻找他的妈妈 在这个狂风暴雨的城市中 他们走散了 就在我和安婆老婆想去救这对母子的时候 突然之间这个风魔龙它放大到了 漆黑的龙剪风席卷着城市 我不幸被龙剪风给卷到了天上 本来以为我就要死翘翘了 突然想到自己原来是有风之翼可以用的 我使用风之翼 但是它不可能永远地停留在空中 结果我听到了神秘的声音 根据我和派蒙的第一时间的推断 这应该是隐藏在蒙德城的神秘强者 在神秘强者的加持下 我和巨龙展开了英勇的作战 但是巨龙还是太强了 我干不过它 首先这只风魔龙它的力量还是速度都远在我之上 我只能进入千年的流风 在这个地方慢慢地飞一下 然后打它几下 但是我还是成功地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 把它给赶走 等我从天空中下来的时候 我的老婆真的很关心我 我真的是爱了 值了值了 一切都值了 居然拥有与巨龙作战的力量 你是我们的客人 还是新的风暴呢 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人 打扰我和老婆的好事 听老婆说他好像叫凯亚 好像是什么小队长 刚开始出现的话 的确很不礼貌 毕竟我是辛辛苦苦帮他们打走了巨龙的 听凯亚说我的二老婆和三老婆会来见我 然后下一期的话 我带你们见一下我的二老婆 以及我的三老婆 咱们下期见咯